各位 昨天我做了一個用英文做的講座 當時有人問我 為什麼中國不邀請西方領導人 進去新疆調查維吾爾族的問題 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不停指責中國 說中國那樣的人根本不想知道 亦對真相是沒有興趣的 譬如職長卸任的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已經是去年的事 他在8月31日卸任 在離任前幾分鐘 發布了他在5月份訪問新疆的人權報告 報告的結論一般 已經發生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 包括對榮爾族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體成員 進行任意和歧視性的拘留 還說可能構成國際罪行 特別是危害人類罪等等 這個人權高級專員 Michelle Bertrandet 在任期最後一年 曾經面對非常之多的批評 他經常被指責說 關於中國人權紀錄的公開聲明 過度軟弱 他的5月份訪問 引起維吾爾族所謂活動人士的迅速反應 他認為聯合國的高級專員 給北京太多空間來控制話語 亦都重複說 來自中國本身的談話要點 提供於倖存者和家人的 正詞不符的軟說話 美國國務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限制訪問或操進訪問 表示遺憾等等 報告發表後 他的報告發表是否外於政治壓力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最後報告亦都在聯合國的投票 投票結果很清楚 伊斯林國家 即是回教國家 支持中國對維吾爾族地區的政策 只是非穆斯林的國家指責中國 而他們沒有親身去維吾爾族地區看過 是否很奇怪呢 剛才說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根本沒有證實一個 否定的陳述 譬如中國魔法在邏輯上 可以證明新疆沒有發生過 人權侵犯事件 這種邏輯陷阱 西方已經不是第一次用 大家不知是否記得 伊拉克的陳塞恩 被要求證明他沒有大雙力武器 雖然聯合國的武器調查員 一直在伊拉克到處找 但找不到 不過美國一樣 率領大軍非法入侵伊拉克 如果侯塞恩真的有大雙力武器 可能他就不會死 接著大家找一個報道 這個報道是有一批 伊斯林領袖去新疆考察 這件事發生在2023年1月8日 這群人主要要對西方媒體不停指控 做一些更加清楚了解情況 世界伊斯林社會理事會主席 阿里拉西爾尼安尼 率領了代表團 代表團有來自14個國家 30多個知名人士 和穆斯林學者組成 包括阿拉伯聯合郵掌國 沙特阿拉伯 埃及 敘利亞 巴林 和特尼斯等等 1月9日發表訪問聲明 另一個組織是對中國政府 在新疆打擊恐怖主義的成就 表示讚揚 學者們還強調 一些反華組織 在涉及台灣、新疆和西藏地區 以及其他對中國國家安全 至關重要的地方上 在批評中國 代表團的團長亦表示 並不存在針對穆斯林 或者伊斯林文化的中國文化 中國是沒有針對他們的 星期一在烏魯木齊舉行一次會議 新疆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馬興水向這班人致意 他感謝他們支持中國 在新疆衝突問題上的立場 然而他指出 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 繼續散播謠言 並努力加強中國和伊斯林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國和伊斯林國家之間的關係相當好 1月10日 在新疆期間 代表團還參觀了 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博物館 這個展館探索了新疆歷史 亦展示了1990年至2016年期間 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三種勢力 如何困擾地區 導致數千多恐怖事件 一個叫法爾德艾哈曼德的阿聯酋記者說 這個照片和視頻就像恐怖電影一樣 很難理解一個人 怎可以對另一個人如此殘忍 他說這些行為與宗教無關 根據埃及總統的宗教事務顧問 另一個又是很長的名字 奧薩馬埃爾塞爾德 哈馬哈謀德 武漢密德薩亞德 他說展覽顯示恐怖分子的罪行 另外他展示了中國人民和政府 為打擊恐怖主義所造出的努力